菲尼尔透镜是法国物理学家菲尼尔发明的 最初是为了用在灯塔上 因为灯塔的透镜很笨重 人们希望找到更轻的透镜 菲尼尔透镜的基本原理 光的折射只在两种不同介质的交界面发生 那么如果我们去掉介质中光源直线传播的部分 只保留发生折射的曲面 也就是把透镜曲面塌陷到一个平面上 这样就能省下大量材料 而又能达到相同的聚光效果 相比普通的凸透镜 菲尼尔透镜更轻更薄 成本也更低